大家好,我是阿渡,我现在是在五台山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五台山的一座古寺 正海寺 据坊间传说呢,这里也是当时顺日皇帝出家的一个地方 我们到里面去看一看 这座正海寺呢,它与五台山的其他事件有不同 它是立在这个翠绿的山林之间 在它左右两侧环绕着山峰 犹如两条巨龙落下河谷 这也是二龙细珠的宝地 在天王殿,中间过分的是尼勒佛 两侧呢,就是四大天王 在它两侧呢,还有两个门 分别就是佛门,还有我身后的龙门 这正海寺呢,它是藏传佛教的格鲁派寺院 我们从它的这个建筑和缝格上也可以看到 它整座寺院呢,是坐东向西 它是分为这个上下两部分 在它这个上院呢,是有这个张家活佛 十五四十六四的舍利 在下院呢,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主体建筑 有天王殿,大雄宝殿 前面呢,就是大雄宝殿 在大雄宝殿里面,它所供用的就是这个三世佛 这三世佛呢,它造型为这个木雕金庄 而且在里面呢,还有两者都是有这个壁画 也有了这个龙龙的藏传佛教的风格 它这里呢,现在也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艺术品 在前面我们所看到的这座大殿呢 它就是观音殿 我们看到,它上面有这个龙克还有凤克 是非常漂亮 在它这个大殿里面,有一块牌匾 就是当时康熙皇帝玉饼 信物尽果,就是悬挂在这里 它这座正海寺呢,因为是这个皇教寺院 所以呢,我们在这个观念里面 也是可以看到隆隆隆的这个西藏风格 它在里面所供奉的就是三大历史像 观音,护鞋,还有文殊菩萨 但是呢,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菩萨形象呢 和我在五代山的其他寺庙 所看到的是有些不一样 它这里呢,全部是由这个伟岸的男子形象 而且呢,是长满了胡须 菩萨呢,是头顶罗基 没有带佛官 当然才顶也是非常的庄严 我们在里面还可以看到这个 康熙皇帝所留的匾 它就是由当时康熙皇帝所留的金光轮掌 还有这个乾隆皇帝的御师 他的树像呢,也是有非常浓的 这个印度的树像的风格 据这个访见传说呢 当时康熙皇帝的父亲孙政皇帝 因为这个董俄飞去世之后呢 伤心欲绝 所以呢,他又放弃了军位 据记者呢,就是在我们现在所在这个寺院 这一海寺所出家 当时呢,出家的孙政皇帝 他是走遍了五台山的很多寺院 康熙皇帝呢,还是来这里找悟他 当然了,这只是野史 在正史中所记载的 这个孙政皇帝是去世了 并没有出家 这种事呢,他并不寻常 他不仅有这个孙政帝 在这出家为生的这个传闻 他还有这个张家霍佛舍利 并建有舍利塔 现在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 就是一座建于乾隆年间的舍利塔 它内有的是这个 塞世张家霍佛的肉身舍利 非常难得 这张家霍佛呢 他在这个佛教地位呢,是非常高 它是仅次于这个班禅和达赖 这种舍利塔呢 它是白身同顶 壮如枣瓶 它有这个九米之高 在我们前面所看到的 它是在正面 它是有这个三四伏的树像 在它四周呢 是有这个八大菩萨 下面是一个八角的基座 每一角呢,都有立丝像 在基角的八个面呢 就是释迦牟尼的显化世纪 整个的舍利塔是非常的精美 漂亮和庄严 这张家霍佛呢 它是在皇教中 一个世代延席的佛位 自从这个清朝的康熙皇帝以后呢 清朝历代的皇帝呢 他都对这个五台三的 正乃士都极为的重视 我们在他这里就可以看到 他里面有很多这个 康熙还有乾隆皇帝的匾额 他这里呢 当时也就是这个 张家霍佛的一个道场 因为有这个舍利塔的存在 有很多信奉这个皇教 他们是不远万里 都辛苦的来到这里去朝拜 张家霍佛的舍利塔 他这种正乃士呢 其实面积并不大 有天王殿,大雄宝殿 但是呢 他在这个皇教的信头中 是影响力非常大 依山而见 错落有致 他从这个山腰到这个山顶 形成这个步步高升的一个格局 整个的真乃士呢 他是在这个昌翠之间 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 他在这个整个的五台三景区 所有的寺庙中 这种景色呢 也是非常的少见 这种舍利塔呢 他从这个佛教来说 他低欧位很高 影响力很大 也非常的神圣 但是呢 如果从这个艺术来说呢 他也是一座非常精美的建筑 这个呢 就是我们今天在这个五台山 苍翠的塞林之间 所看到的一座皇教寺院 镇海市 这里呢 有佛教地位非常高的 张家霍佛的舍利塔 好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视频 那我们下个地方见 再见